大家好,我今天要為大家講的故事是 臨終退失信心 釋迦牟尼弘在世的時候 有一位非常謙虛的爵士共兩三寶 辛苦休息 他臨終的時候,妻子在旁邊悲傷痛哭 他聽到之後非常哀憐,審視不肯離去 就變成妻子鼻子裡的一隻小蟲 有為道人看他如此傷心就善言安慰 小蟲隨著鼻涕流落到地上 婦人見了之後想要去踩 道人急娘不停止說 不要,不要,這是你丈夫 婦人說,我的丈夫奉金持戒,驚靜於力 怎麼會這樣呢? 道人說,因為你使哭得太傷心 他動了愛人之心,所以才堕得重生 道人為小蟲說法,小蟲不定後 命中生天 今天故事站在這裡,謝謝大家